请大家不要再为小狗摇摇车的回归而感到开心了 众所周知 在新版本更新后 原本被删除的小狗摇摇车重新回归了蛋仔岛 所有玩家都在为它的回归而开心的庆祝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小狗摇摇车重新回到了蛋仔岛 却让我们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了两个好玩的道具 你们难道不好奇 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的这两个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吗 首先来看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道具 小猪摇摇车 如果你还记得小猪摇摇车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他点的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红色的小猪摇摇车 它远比小狗摇摇车更好玩 蛋仔坐上去以后 它不仅会前后摇摆 而且鼻子中还会吐出透明的气泡 烘托游玩气氛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小猪摇摇车 曾经它出现的位置 在蓝色摩天轮的正下方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摩天轮的下方 已经没有小猪摇摇车的身影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二个道具 它是黄金赛车 曾经黄金赛车出现在 绿色漫画店的正前方 蛋仔靠近黄金赛车 点击方向盘 就可以坐在黄金赛车上 驾驶它在蛋仔岛上 肆意的狂奔飙车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绿色漫画店的正前方 也已经没有黄金赛车了 所以说小伙伴们 真的不要再为小狗 摇摇车的回归 而感到开心了 因为我们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黄金赛车道具 和红色的小猪 摇摇车道具 小伙伴们 我真的好伤心难过呀